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席今天的授期典礼 为出席乌兰巴托东亚青年运动会 和杭州亚洲运动会的香港建议打打气 中国香港将会派出历尼最庞大的代表 参加今届的亚运会 而东亚青年运动会 也有大约145名的香港运动员参赛 在今天的授旗典礼上 除了有经验丰富的精英运动员之外 也有不少的年轻新秀 我觉得这个正正反映 香港不同的体育项目 已经开始建立了有系统的阶梯培训 将技术和经验好好地传承下去 而昔蓉今届的亚运会是由国家主办 香港运动员除了可以和亚洲顶尖的运动员 切磋较量之外 也能够加深对国家最新发展的认识 实在是别具意义的 在这里我预祝乌兰巴托东亚青年运动会 以及杭州亚运会圆满成功 香港运动员在各项赛事大放异彩 再创界值 多谢大家